超越国界语言和族裔中美洲四国 瓜地马拉、洪都拉斯、多米尼加 以及萨尔瓦多此次志工 齐聚在瓜地马拉展开本土志工培训 30位洪都拉斯志工是整整搭车 19个小时坐巴士才抵达瓜地马拉 30位洪都拉斯志工搭着巴士 穿越萨尔瓦多和瓜地马拉两个国家的边界 花了19个小时才终于抵达瓜地马拉 来自美国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瓜地马拉 共88位志工在瓜地马拉市 举办一整天的中美洲本土志工培训经济日 整天的课程全程以西班牙语进行 深入浅出 要将原汁原味的慈祭精神理念 传递给千里迢迢来求法的各国志工 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那有让这么多的志工一起來 直接用西班牙语听课 比我们来讲会好多 所以这也是期待说将来中美洲 有更好的因缘 培养更多的本土志工的种子出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那些人是在自己的國家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 那些人也在其他地方工作 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在這些課堂 因為這樣我們到我們 我們到處理我們 我們到處理我們 我們都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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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英語 英語 藝術 你會覺得這感情 你會繼續分享 你會繼續屬於建設 中美洲四國志工第一次相聚 相互切磋學習 大家相約 還要在多米尼加聯絡處 十五週年的感恩茶會上 再相見 大新聞 范婷康尼爾 瓜地馬拉報導